朱元璋要杀韩金虎和马兰 谁求情也不行 他上来命脾气 眼珠子都红了 说朱元璋这么做对不对 不能说不对 他叫这脸上乌光啊 我口口声声返援 如今我还主动向大员求和 何必赔款 我算个什么东西 谁能干这个事我不能干 这是他生气的主要原因 偏看在这时候 韩金虎的宝贝儿子 韩宝韩小春 来到偏殿 人哪谁跟谁投缘对劲 这可不得了 朱元璋见着这个外孙 连眼之毛都乐得开了话 怎么吵着 怎么喜欢 说这孩子可是神仙 有这三种决议护身 何愁燕王不破 由于这一高兴 这才传旨意 把韩金虎马兰 全赦免回来 绑上解开 这俩小的跪在金决之下 磕头雅塞几千岁 谢万岁不斩之恩 谢陛下饶命 非是姑 不杀你二人 念正宫皇后 公主满朝文武 加上韩宝 苦苦求情 朕才免你们一死 但是 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每人都罚奉三连 既大过一次 罚在军前效力 如果再旅战不利 朕必杀你二人 二罪归一 多谢陛下 万万罪 这回多好 罚奉三连 就等于白干三连 不开工资 其实就不给钱 这俩小的有的是 只是面子上 而不那么好看 这两个人也发现 朱元璋真激烟了 他说话是算数的 如果再打了败仗 回来这么就麻烦了 韩金虎和马兰 谢过娘娘 谢过文武 这才过来 跟儿子见面 韩金虎才清楚 老板这是儿子的力量 朱元璋一百刨袖 让百官退朝 他单独的把韩金虎 韩宝 马兰 较进内功 密伤大事 等到这儿没有外人了 朱元璋他埋怨韩金虎 说你好糊涂 你怎么能 跟张天杰签签定这份 曹月 这叫引狼入室 朕 绝对不允许 但是曹月已经签定了 还没有换正式的条文 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这件事 这件事 不要理他 就当没发生过这么件事 张天杰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韩金虎点点头 闭上 陈斗胆 还得说几句 张天杰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他亲口对陈炎讲 如今脱金龙 究竟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 在外边 气势汹汹 就要杀进中原 张天杰在中原内部一窝咙 也准备了几万人马 陈丹金 里营外河 再加上燕王的军队 对咱的江山大大的不利 主公应该想个万全之策 嗯 我心里有数 你放心吧 就这么决定 张天杰的事 不要理他 他爱怎么的怎么的 现在 朕就传指 在南齐省招兵 派铁工人 专门主持操练 我们有人 有钱 我们怕什么 再者说 米儿汉堡 武艺超群 我打算 把他派到梁军阵前 错动燕王的锐气 但盼着汉堡 大获全胜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谢陛下 当时 朱元璋降指 加封 韩保 三路元帅 给大兵五万 让韩金虎和马兰 为监军 兵发太平衡 安却朱元璋 怎样招兵 怎么训练 怎样准备 不必细说 担表 韩金虎和韩保 回到驸马府 住了一夜 第二天就得骑身 临走家公主 朱碧云 拉着韩金虎的手 千叮咛万嘱托 驸马 你看着 父皇的脾气了 这一次 可是来者不善 他现在还憋着火 如果这一次 你再不能大功告成 回来 谁也救不了你了 公主啊 我这两天心惊肉跳 只做噩梦 老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恐怕这个胜仗不好打呀 不过呢 你放心 事是死的 全在人败 这就叫死殿的活人开 到时候 我知己有 就自己的办法 你在经里头 好自为之 我也就放心了 驸马 现在把儿子交给你了 这孩子 年轻又小 虽然满身有武艺 却缺乏经验 你要时刻 爱护于他 哎呀 那是我儿子 这还用你说呢 放心吧 夫妻二人难舍难离 韩金虎带着汉堡 在交军场填大兵 放了三声炮 离南京赶奔太平 一路之上啊 韩金虎是吃的不香 睡的不着啊 跟儿子左右不离 他就告诉汉堡 小子 你在金殿上 口出狂言 说了大话 你皇老爷是乐的 这才加封你 三路元帅啊 孩子 这咱俩俩说 这又是好事 又是坏事 韩宝一顶 被眼睛就瞪起来 爹 您这话什么意思 哎呀 说的是好事 你才是个十八岁的青年 一要而成为国家的统帅 谁瞅着不羡慕 谁瞅着不得点头赞成 这是好事 说的是坏事 你得卖命啊 你得拿真格的 把你架的这么高 一旦摔下来 摔得非常疼啊 为父这些年 总结了点经验 那就是出头的船子 先赖 躺得越高 摔得可越重啊 孩子这个教训你千万几亿 再这一说 为父九根珠地 这些人大交道 我深知 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 首先说那长浪 有勇有谋 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 不减当年之勇啊 跨下马掌中一条羽翁神术 那是万人之地 身上的龟背 五爪金龙抓 百发百中 这个小子是最难对付的 余下的花枪派宝 填在标 要讲能力不次于长茂 此时坏心眼儿 没长茂多 还有胡得海 徐芳 武进宗 武进啸 鱼口 朱木英 木魁等等等等 英雄辈出 孩子就凭你一个人 能立得住他们吗 那爹 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 咱遵旨照办 让咱们上太平府 咱就去太平府 到那块安兵不动 怎么办呢 咱也俩倒出手来 变清天下的高人 光平咱也俩是不行啊 人多了 才有力量 等我们人也请的差不多了 办法也想出来了 再一鼓作气 争取大获全胜 绝不能等闲逝日 哈哈哈哈 哎呀 汉堡吵着他爹 那模样 简直那五官跟烧麦差不多 都缩在一块儿 又可气 又可笑 但这是他爹 他不敢说别的 爹 您是不是被朱棣这般儿 吓破了胆了 一年经蛇咬 十年怕警生啊 还至于那么呢 您放心 我包打前提 您不说长毛厉害吗 我先摘他的脑袋 摘不下来 您要我的命 您看怎么样 大男 放肆 小小年 你这么猖狂 还了得 想当初为父 比你还狂呢 碰子碰子 脑袋都烂活 我这才吸收了教训 你刚出事 就这么自高自大 就还了得 是 您别生气 不过我心里脚的 有点 有点也得准备 您别说 韩建虎这小子 真吸收教训 一路之上 无话 这一天 离着太平府 不远了 韩建虎 不敢逼着城 杀营 他选了个 有利的地形 背靠着山 左面靠着水 韩建虎 一看这地方不错 进 可以进 退 可以退 别到时候打了败仗 连归路都没了 他命贪 马兰奇 一扫 他背后靠着这座大山 叫 明凤山 山连山 领 领 职业 茂盛 一眼望不到边 要说在里边 藏着十万八万军队 外边一点都不能发觉 哎 这是好地方 他就背靠 明凤山 安协大营 在当天晚上吃完饭 韩建虎跟韩宝 有点商议 一定马上写信 便请名人 韩宝一看他爹 非要请人不可 不敢拦着 请谁呢 这头一个 就请杭州 灵隐寺的老和尚 冷然长老 因为韩建虎心里有底 如果冷然和尚要帮忙 哎呀 这可就不错了 儿子的武艺就是跟他学的 冷然得高望重 在南齐省来说 街交的也广 他教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武林高手 世外的高人 冷然要能出头帮忙 毫无疑问 他那些朋友 也能跟踪而来 我还怕 守得一些悲人吗 在这一说 以韩建虎和韩宝的名义 请冷然 虽然也比较亲近 那菩提请师父 师父能修首不管吗 这封信写得了 韩建虎过了墓 在上面画了牙 那风头用火漆漆好了 派专人用六百里夹击的速度 赶紧送到杭州这面书 书中代言就这封信 可发挥作用了 到了后文书 裹不出韩金湖所料 现在冷然 公开出头 反对燕王朱棣 才有一场凶杀恶战 这是后话 咱暂时先不说 信送走了 韩金湖又想到了几家朋友 左翼封信 又封信 一直写得到三更天了 信都写完 派专人把信送走 他这心呢 这才落挺 一夜无话 到了次日天光见亮 这韩宝 就叫这手心脚心都刺痒 在屋里待不住 爹 我看您给我一只人马 我还是兵发太平 打一场吧 你说咱们来了就在这 迷着这也不像话 要被皇上知道 也不能答应 哎 不着急 将在外 亡命有所不受 皇上绝不管这些事 咱们最好等等你老师 等等朋友 等大家来个三位五位的 咱们再发兵也不吃 这还要不来呢 韩宝一肚子不服气 但是宁不过他爹 离着太平府三十里 安心营寨 上日操练人马 按兵不动 他们不是不想出兵吗 哎 你太平府来这儿呢 谁来的 领兵带队的 正是云南木儿王 朱木英 小英雄木魁 还有两员老将 孟九公 和鱼画龙 那他们怎么来的呢 这有什么奇怪的 打仗的事 这消息太平府能不知道吗 韩金湖在南京一骑兵 燕王就听着报告了 燕王马上召集紧急会议 商讨对策 这个会开的相当活耀 大伙热烈发言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南京离着不远了 一股作气再把羽花财拿起来 兵发紫金山 南京就在眼皮底下了 大功就要告成 人们的心里都非常振奋 所以连不爱说话的人都发了言了 有人主张五路进兵 有人主张兵和一处 一股作气兵发南京 有的主张水战 有的主张陆战 总而言之 出什么主意的都有 燕王居中而坐 笑呵呵的听大家的发言 始终没做决定 他听着大伙说的都有道理 最后他看了看身边的田代彪 田代彪这个人跟当年一样 很少说话 一说出话了就有分量 别看他现在身为大帅 也是轻易不说话 燕王就问他 天爱卿 你的意思 别想 你臣只见 周公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我看呢 目前应当集中兵力 攻打南京 不应当分散兵力 据臣所知 现在胡五万岁手下 没有什么高人了 无非就仰仗着韩金虎和马兰等人 最近听说 他们又招了一些新兵 您想 这些兵凭速没有训练 哪来的战斗能力 无非都是乌合之助 一金尽溃 谭德将军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上哪找这些大将去 也没什么高人了 跟我们的啊 那是笑话一样 因此殿下 您不必犹豫 赶紧降旨 选拔精兵良将 直到南京 嗯 天爱卿所说 正和孤义 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今 不应该分散兵力 应当直到南京 各亲意见如何呢 哎 正说着呢 报事得进来 说发现大明一支军队 没到太平府 在明凤山的山前 安营大寨 看旗号是韩寺大旗 就我们打探 韩金虎 二次又发兵回来了 仰王一听 韩金虎全土重来 这就叫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啊 大概这小的 有什么新花点子了 就准备开兵建政 结果等了两天 消息节目 他没亮队 闹得君臣心里是疑惑不定 大家就猜测 韩金虎既然发兵来了 为什么不打呀 为什么按兵不动呢 结果什么猜想的都有 朱沐英在旁边站起来 殿下 我看这事好办 他离着咱又不远 咱不到那一看 你就明白了 何必没事在屋里猜门 在下不猜 又怨领本部人马 和岸奔明凤山去站 韩金虎 上岸奔回让这兔崽 矮子跑了 该的他多活几天 这这回啊 说什么也得把他呆住 他这么一说呀 他儿子沐魁也站起来 功身势力 殿下 你降职吧 我愿意跟我爹一同前往 捉拿韩金虎 木轨为什么这么说呀 这小孩的心里啊 始终藏着块病 叫着前者父子 帮着韩金虎打人家 有那么个欠情 如何弥补呢 始终没有这机会 现在韩金虎又来了 如果这次能把韩金虎给抓住 就能把那个茶给补上了 因此这才讨令出战 燕王经过研究 认为可以 当场将旨 让朱姆英带着木轨 兵伐鸣凤山 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比赖 我没想起来 按摩